在今年首度舉辦的台北渣打公益馬拉松活動現場 除了趙冠利看到來自各國的精英選手齊聚一堂外 更吸引人目光的是多達200位的視障同胞 勇敢走出戶外挑戰自己的極限 對於有機會融入人群和大家一起享受跑步的樂趣 這些視障同胞雀躍的心情全部寫在臉上 很興奮因為我很久沒有參加這種運動性的 然後這麼多人的活動 然後我試試棒的一個我希望我能夠培養一個 因為我們視障者就是你知道就平常的時候 很少有運動的機會 然後我很希望能夠藉著這樣的馬拉松 然後提醒自己要顧好自己的健康 然後要好好的運動 對日常生活諸多不便的視障同胞來說 參加馬拉松不只代表運動 透過和領跑員的搭配 更可以體驗到運動時的主導權 帶給他們難以言喻的感動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視障之後 我還可以跑步 然後經過這個陪跑神 然後陪跑員的帶領 應該他說不是帶領是一種協助 然後我們視障審視在前面 然後協助的陪跑員 然後他指引我方向 然後沒有想到說原來我視障之後 我還可以主導 然後可以這麼的不害怕的跑完路跑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跑完路跑 對 我很興奮 在國內運動風氣越來越興盛的同時 我們也開始看到各種活動結合公益的概念 廣邀弱勢族群一起同樂 而從市場同胞在這一次馬拉松開心的神情看來 這種風潮絕對是值得鼓勵的 也期許未來有越來越多的活動提供這種機會 讓國內的弱勢族群也能體驗運動的樂趣 真正達到全民運動的願景 我來提議新聞 林貝 少二峰 採訪報導